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 又和大家见面了 很多朋友说自己腿脚花凉,膝盖冒寒气 特别是脚,下肢,一肢凉凉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锻炼方法来改善 方法是有,大家要每天坚持锻炼 腰腿膝盖一天比一天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马不摇的锻炼方法 下面和大家具体介绍 首先双脚尽可能打开 双脚尽可能呈一字形或者外八字 屈膝下动,膝盖照向脚趾的方向 双手相扣于胸前 重心在同步,身体躯刚保持直立 这是动作的起始知识 然后将身体左右摇晃 摇晃的过程中脚跟着顿起来 刚开始大家练习的过程中 速度不要快 一分钟下来就会感觉到 大腿肌肉发霜发沉 有的人腰部也会有感觉 群身开始微微发热 身体开始微微冒汗 矜持一分钟 然后休息三十秒 来回做五个一分钟 练习一段时间后 大家可以一次做五分钟 此锻炼方法能够很好地启动到 下半身的全部力量 激活下肢带腿部气血循环 饮血下行 矜持练习帮助强壮腰腿 补移圣气 方法简单 贵在矜持 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及时关注 顶赞转发或收藏 谢谢